所以有一个弟子呢 有一个弟子 因为昨天呢 师父有开课 不是我开课 是我师父请我讲课 为我们那些护法 有一个护法呢 他问了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呢 才能够称为阿弥陀佛的弟子呢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你们不是阿弥陀佛吗 我不是念阿弥陀佛吗 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啊 什么条件呢 我昨天 九点讲到十一点 一个是我们师父的大护法 很护齿 整个印尼的 里面有慈悸的 还有其他的 很多啊 最后啊 有一个基师问了这个问题 其实跟讲的不一样 但是他问过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人 才能够真正 称为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怎么不知道 真正 这个是我认为啊 真正能够幸运 持命 你相信 有阿弥陀佛 你相信 有西方籍的世界 深信不疑 而真正发运 这一生 不管怎么样 我这一生 一定要到西方净土 像这些的人啊 我相信 得生 净土 必定的 所以成为 阿弥陀佛的弟子 那你的信念 持命 属于这个道理呢 很深 所以为什么 释迦摩尼佛 对这个净土法门 非常的 做重 不检检 释迦摩尼佛 连十方一切 诸佛如来 都非常的注重 所以你要称为 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真信吗 你真愿吗 你真愿 你将来 必定得生净土 得生净土 等于 十方诸佛的弟子了 你的福报 有多大 你的老师 不仅仅是 阿弥陀佛 十方一切 诸佛如来 都是你的老师 你的面子 有多大 你看现在 你在老和尚 旁边拍个照 你的感觉 我面子好大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相信 我相信我大家 你们一到老和尚 心里 开不开心 讲实话 开心嘛 如果跟他拍照呢 更开心 道理都是一样的 今天如果你跟大家 学习法师 没什么 小小的 等十年 五十年以后 再来跟他拍照 还来得及 这个不一样 真的真的不一样的 今天如果你跟你看 你阿弥陀佛的弟子 就等于是 十方一切诸佛的弟子了 你的面子有多大 谁还不去呢 你到弥勒净土 弥勒菩萨看到你 进来进来 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你坐在前面 最全面的一排 将来弥勒菩萨降生到这边 世界成佛 你想要跟着世界 弥勒菩萨来到这边 很容易的 多好 还在这边受苦呢 奇怪